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新剧才杀青,袁冰炎又要无缝禁组 男主是楚桥传中的男神 袁冰炎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 不仅长得好看,而且人品很好 没有什么绯闻,一直都是兢兢业业的拍戏 琉璃的热播,对袁冰炎的加成确实不少 至少他目前已经可以接触平台的S加级制作了 袁冰炎目前有两部代播剧 一部是和郑叶成主演的祝清好 还有一部是刚刚杀青的和刘学艺主演的洛花时节又逢君 这两部剧的话题其实都不少 前者是郡主和景依卫 后者是茶花妖和上神的故事 都是目前影视剧中较好的题材 不管是祝清好还是洛花时节又逢君 在剧中袁冰炎的造型都是相当美艳的 可见平台和剧组还是很看好袁冰炎的 毕竟袁冰炎有大暴剧流离在手 抗剧能力还是很强的 祝清好杀青很长一段时间了 相信不久就要开播了 而洛花时节又逢君已经杀青了 相信很多喜欢袁冰炎的粉丝 都迫切的想知道袁冰炎的下部剧的消息吧 据西袁冰炎的新戏已经定了叫青城易清欢 男主叫战青城 女主名叫凤清欢 不得不说这名字真的很高大上 青城易清欢算是一部武侠剧 男主是北牧国的战神九王爷 生性多疑却运筹帷幄 女主凤清欢算是他生命中的一道暖阳 女主凤清欢呢 本来是个实习医生 却意外成为了凤家的嫡女 所以他装疯卖傻的活着最后被男主吸引 猛的一看真的有点像古早的言情小说 或者说像现代的霸道总裁爱上我的类型 但转念一想 女主习惯装疯卖傻 伴猪吃老虎 这不就跟琉璃中的玄机是一样的角色吗 而且在琉璃中 袁冰炎真的把那种吃傻的状态演绎得很好 如今又有这样的角色 相信袁冰炎一定可以手到擒来 清诚意清欢女主是袁冰炎 相信很多人都很好奇男主会是谁吧 其实男主已经定了 他就是楚桥传中的男主兼男神灵更新 而且清诚意清欢还是灵更新记楚桥传后 第一部古装剧 是不是很期待啊 其实说起灵更新这位演员还是很惋惜的 当初和赵丽颖的楚桥传热度那么高 灵更新后来也没有趁热打铁好好拍剧 争取再出佳季 而是拍了一些不知名的电视剧 如今赵丽颖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一线演员了 灵更新都快查无此人了 可见有好的作品输出 对演员的影响力是有多大 据悉这次灵更新和袁冰炎合作的 清诚意清欢 袁冰炎是一番 灵更新是二番 其实这也不奇怪 毕竟灵更新如今的热度已经大不如前了 搭档袁冰炎二番也是很正常的 而且袁冰炎现在正式上升期 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发掘 再加上袁冰炎演技好 颜值上成 能跟他合作 也是灵更新目前最好的选择了 不得不说袁冰炎的古装扮相真的很让人惊艳 不管是琉璃中的玄机 还是祝清好中的郡主 又或者是落花时节又逢军中的茶花腰 造型都美得一批 让人不禁感叹 袁冰炎的颜值 简直就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 太美了